這是中國一間很有名的巧克力店 聽說這間店在1901年開始 他們的巧克力商品非常受到當地人的歡迎 每一間商品的設計都很幼幼 這是巧克力店的德國電視塔 巧克力店 除了補充設計也有很多 用巧克力下去做的建築模型 巧克力的粉絲 我來買讓這天使 用巧克力來雕刻天使也很深色 真的看起來很好吃 另外這棟是威延皇帝紀念教堂 旁邊兩棟是現代建築 通通都在這裡 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布蘭燈寶門 連雕刻也有做出來 哇,這是柏林國會大廈 這間威延就要威延很久了 又說要用巧克力改做出來 哇,這間就是勝利紀念柱 這間威延很久了 看這間威延就很想賣了 樓上有做巧克力的介紹 樓上個人可以看一下 看你要買幾包 對,這間威延很久了 對,這間威延很久了 正常講到有自己所情的 可可的餐廳 平白的名字去做餐廳 就是種植的藝術 如果有電視巧克力的藉著過程 我在這裡介紹 人家的巧克力是怎樣做 這是禮樓 繼續上去是三樓 三樓這間餐廳 看來是一間餐廳 看來看去是要買一些伴手回來 這要來送來不錯 這27塊 好啦 三餐廳給他 三餐廳給他 找來送來 送來送來送來 這家餐廳有什麼藝術嗎 對啊 QQ 水果糖 你看包裝包包 可以在這裡 可以多少 可以多少 可以四百多 這巧克力嗎 東Touch 可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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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火車要好了,現在走到外面 這是外面的櫥窗收擺 Luck 這隻北極熊嗎? 原來他們從這裡 可以走進來 我們現在要上樓 坐電梯上樓 這邊是二樓 哇,這這邊是他的三樓 巧克力買一買也算不錢 在這裡喝咖啡了 這間就在我們台灣代表處的房間 是這間巧克力名店